三个女人一台戏 今天又开唱了 两位嘉宾 这位是 曲丽老师 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这位是房地产经纪人 Gigi 曲丽老师 我每次看到你 我就特别羡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特别瘦 Gigi 是不是 我是微胖界的代表 我也是在向微胖界发展 我是属于看着瘦 但是你确实很瘦 因为可能是不是因为你是舞蹈家的缘故 所以你始终 是不是每天练功 还是 对 教课当然运动量我想 运动量会比一般人大一些 但是现在好多人 你看我的很多学生家长热爱锻炼 热爱健身 我相信他们的运动量可能会 比我更大一些 但是我觉得正确的方式去 吃东西可能就是又能解决嘴馋的问题 又能够保持比较好的体系 吃东西 我觉得我经常开始看见你在饭店里吃饭 我看见也不少吃 很多人还是觉得我挺难吃的 特别是有的时候我特别饿的时候 特别礼拜六 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的是我星期六的 我大概应该从早上到晚上 我大量的吃可能就晚上那一顿了 因为我是不在工作 大量的吃是晚上这一顿 对 人家都是晚上不吃 对 这就是我没有办法 我跟别人这么说 别人都不能信我的 就是我总觉得 我早上很少吃东西 因为我早上 早上我基本上就是 喝两三杯茶 起得很晚 对 送孩子还是送的早的 就回来以后呢 我就是 就是养成习惯了早上的东西 对 早上就是 所以其实 进不了食 我觉得很多知识 其实也是害死人的 比如说常识 然后大家就说 早餐一定要吃 要吃好 但是我确实也是 不适合早上吃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一天 如果你早上就是给自己 吃得很饱的时候 我一天就体会不到 我的身体很轻的时候 就是我们以前早上练功 练功的时候 特别害怕的是 你的身体很重 对吧 如果你吃了一堆东西 你比如说吃饱了 你去试衣服买衣服 你就感觉是不是特别不好 你饿的时候去试衣服 感觉好 所以一模一样的道理 像我们练功也是这样 就是你饿的时候 你感觉你的身体很轻盈 你跳起来感觉比较好 你饱了以后 感觉自己像一堆东西一样 醉在那 所以 我总是希望一天里面 会有一个时间 让我自己感觉我身体是轻的 所以这个时间 我一般就放到早上 因为你早上起来以后 我就喝点水 然后轻轻藏着 然后大概等到十二点多的时候 你有饥饿感了 再去吃东西 那终于这个吃力多 有的时候就是会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其实慢脚细眼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觉得 其实就是吃东西 或者锻炼都是保持 这个体态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但是其实呢 就是 就是我发现 跳舞的人啊 就是都是很挺拔的 就站着都是 都是很挺拔 就是不自觉的 就是 但是像我们没有练过的人呢 对 就是说比较松 比较垮 但是你平时不觉得 如果你照相 就非常明显 如果你跟一个就是 舞蹈家 或者是舞蹈演员 一起合影 就很明显 为什么他那么挺 也许你们是一样高 但是就是感觉那个 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所以 是这样的 这个是长年训练 对 我就是软啪啪的那种 有点鲜鲜的 没有问题 然后我其实就感觉 就感觉很挺拔的那种 但是我 我刚才一直很想挺起来 就感觉 还挺起来 结果给了你们压力 我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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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想起来 就挺一下 然后我 然后一下子又给放松了 就不像舞蹈演员 它就是不自觉 长年的 不自觉 它一直是很挺的 对 就是连那个什么 连有一次我在家 给我儿子缝点什么东西 你都是挺的 对 我就坐在那 然后人就过来说 你累不累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这样挺的时候 是不累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身体是伸直 我觉得这样是很累的 这可能就是习惯 就是习惯 其实这个长期的习惯 真的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 就是都 尤其是 就是西方都想要有健身 你看很多女的也是练那种 就是马甲线啊 什么特漂亮啊 中国人一般都很少练的 除非像你们这种舞蹈演员 或者运动员之类的 对 所以中国女的就给人感觉就是 一般在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四十岁都是大妈了 你觉得吗 是 我现在其实我认为锻炼呢 对于减肥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 但是它对 你还是坚持认为吃最重要 吃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它对你的皮肤的紧致 和你体态 因为你的肌肉的帮助 所以你体态的健壮 它的转身的速度 和你的灵活性 让别人感觉到很年轻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一般锻炼的人 他身体态比较轻盈 对不对 你想老太就是因为 他重心慢慢往后 然后你喊他的时候 他把重心推到前面 再转身答应你 所以你觉得这个人 开始老太了 因为他的技能达不到了 年轻孩子就是这样 你喊他一声 他迅速就回过来了 你的那种动作反应的速度 来让你判断说 这个人是否年轻 但是我觉得 是不是年轻 其实最关键是心态问题 对 就是中国人一般普遍都觉得 就是女的大概过了四十岁 就是没有必要去打扮自己 或者是导致自己 或者是追求比如说爱情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你比如刘小庆就说过 他说中国女人就是太早放弃自己 对 所以刘小庆他还是确实 你别说什么整容什么 但是我觉得其实 你就人家那个身材 那个状态 对 那确实就是值得学习 保持状态是很重要 就是有的时候 我常常在想说折腾 好 就是折腾 一定要折腾 我一看你就是 帅你折腾的人 自己找出点事折腾折 就是说你有的东西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都在一念之差 比如说有的时候别人来找你了 说徐姐你能不能做一下这个事 你很容易说懒了说 可能做了会被别人说 可能会怎么样 算了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就不做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做不做这个人就慢慢这样 这个女人从体态开始 从状态 从地心力 你的肌肉就开始往下走下去 对 但你做事的时候人是兴奋的 要不就谈恋爱也能让人兴奋 对 对 你一定要刺激你自己 你的状态和你的精神全是向上的 但是有一个就是 积极还是你还是他非常年轻 所以我就想 一般其实像他们现在这种年龄的 很多人都是就是每天就是玩 然后吃什么 你还是每天都在 我 其实他也不差 工作当中能让人觉得好像自己有点存在感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加上我觉得像我们也是移民 我也不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所以来了美国之后 我就感觉有一些心态要有变化 比如说像刚才徐老师说的 女的人也要自信一点 像在中国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微胖的代表 可能我就会有一点点觉得 哎呦你看你那女孩子 小细腿小细腰 然后我又瘦不下来 怎么办呢 还是有点觉得自己有点不那么自信 然后来了美国我就很敢了 我敢露着肩膀 虽然有点微胖 但我还觉得自己挺白 你就是说白白胖胖的 就是另外一种很豐满的感觉 就是有微胖的感觉 我就不会觉得有点 哎呦我不敢 你看人家身材好 人家要穿什么 因为我不敢 但是我发现在美国 美国的这些人 在这边生活环境当中 每个人都充斥着一种自信 不管他在从事什么行业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样的种族 他们这种自信 散发出来的魅力比较大 我有时候看你的博客 对不对你的微信 你经常也是就是去吃而玩 然后发朋友圈 但是你也没发现 越年轻的人 越喜欢发朋友圈 对 我是发得很少 我说徐老师 我还是没看你发过 他们说我是潜水的 十千年的潜水员 大家都很气愤 说我就是这样的潜水不道德 说这样不太好 但是你看不看 看 特别是有一些人是我特别关注的 就是说 因为他曾经发过好东西 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 对 那有个东西就是说 他的东西我可能发了 我都会看 那么我为什么潜水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你 我比较专注就是说 除了对我学校的东西 可能需要发一下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的吃吃喝喝已经形成了我的理念了 就是说 不用用手机检测食物累积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爱吃爱喝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变成了 我知道你特别能喝酒 这个电视上不能说 喝的文化和吃的文化 我认为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象征 那么一个有趣的人 我现在突然对一个有趣的人很认同 因为我自己常常想说 有的时候比如说朋友找你吃饭 这个人打电话给你 突然会觉得你可以不顾一切 推掉所有的东西 那说明你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那说明你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对 因为他有意思 如果说你不感兴趣 这个性别没关系 这就是有意思 如果不感兴趣的话 就不想做 对 因为他们他要提不起你兴趣的时候 你想你的热爱是不会燃烧的 所以你这吃进去的东西 全部堆积在你身上 吃也是白搭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这个人或是这件事 就是要让你感兴趣 当然如何保持好奇心 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给自己很重要的一课 就是说 我去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我妈妈 我妈妈是一个会做饭的 很聪明的一个女人 家里的饭做得很好 那我以前她刚来的时候 我经常说 妈妈带你去这家餐馆 是带你去那家 她每次吃回来都告诉我说 就那碗面 还要收七块多 我回家足足比她好吃多了 然后就那个饭怎么怎么样 后来慢慢地我就不带她去吃了 因为我带她去吃的时候 我就估计她要说这个话 那么后来我妈有一次看我说 你们最近都不带我出去吃饭了 我说因为你老批评 所以说 但是我曾经带过有学生家长回中国去 他们特别有意思 他们是台湾人 他们会这样 徐老师 我们现在王富锦 吃了个一块钱的粥 那个叫好吃 就是说她对什么 她善于发现乐趣 对 就是我觉得人 一定要保持这样的好奇心 有正能量 正能量是很重要的 要永远批评的 对吧 你要找挑刺 那你永远挑不完的刺 但是你老发现它的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餐馆 可能就一个菜好吃的 我就会宣扬说这个菜 那一间萝卜绝对到位了 发现美的眼睛 发现美的眼睛 然后你就一直让自己有兴趣 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 正能量这个东西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原来就是 很多人都批评我 说我特别爱叹气 但我自己根本就没觉得我叹气 有一次我在邮局就是寄信 就一边寄信一边叹气 我自己根本没有觉得 结果那个寄信的那个 就是那个邮局 那个工作人员 他对我发火了 他说你 你记一方先叹了七次 他觉得你对他的工作不满意 可能 我不是 我是在写那个信封 然后我就想起 又没赶上上一班车了 因为我正好那个油车就走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 很失落了 没赶上 所以我就一直在叹气 然后我第一次发现就是 我自己的不开心会影响别人 就是从那个人开始的 当然 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 因为一般我可能 后来我就通过这件事情 我就去问同事朋友 我说我平时是不是经常叹气 人家就说对啊你经常叹气 但是人家都没有说 因为人家不好说嘛 所以人家就不说 对 但是那个人 因为他跟我 跟我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然后他就 而且他是个美国人 美国人是比较直的 你知道 他就很不高兴的时候 他说你老是在叹气 他说你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叹气 我非常震惊 因为我的叹气 我想我叹我的气 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而且我根本都没意识到 我一直在叹气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 开始有意识地就是说 要控制自己 尽量地去 不要去叹气 但是可能还是有叹气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 同样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你就吃葡萄 有好的有坏的 你先吃这个坏的 如果是悲观的 你就想 哎呀我又吃了一个坏的 对 但是就是积极心 他人就会想 哎呀这个坏的吃完 我马上就可以吃个好的了 所以这就是心态的不一样 就是包括人生中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这个挺重要 而且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 因为 其实人生是可以自己把握的 我以前有一个保姆 就像你说的一样 他每天脸色很不好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有一天专门找他谈 我就说你 如果你嫌工资不够 直接说 但是呢 我不希望我们家 有一种不快乐的气氛 我是喜欢 我是喜欢 我不管怎么样 我去见朋友也好 我都喜欢精神饱满的对朋友 如果我精神不好了 我就 就在家休息 直接告诉人家说我太累了 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我觉得跟人家去活动的时候 你娱乐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对 这样大家才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对 我原来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跟我提出来过 所以就是那个 有趣的那个人 好好感谢他 其实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喜欢 很喜欢开玩笑 也很幽默的人 但是我 因为人都是有多重性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不见得 你是个乐观的人 就会一点到晚 从早笑到晚 那就是傻笑了 肯定是有不开心的时候 对 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 我的不开心 是会影响别人的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 给了我非常深的震撼 就这件事情 我就学会就是开始 就是说 有什么事情 我要站着 要反思一下 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 对 其实按道理来讲 我和我的气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是 就是别人就是 那个人就是不开心 就像刚才你选葡萄一样 我一般都会想 如果一个好葡萄 一个坏葡萄 我会先吃好葡萄 因为我觉得坏葡萄已经坏了 就让它坏下去吧 我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对 然后我就会这样想 而且如果有些事情很开心的话 就赶紧跟朋友一起分享 大家都说一说乐呵一下 如果有事情不开心的话 然后就闭嘴不言了 就不要再说下去了 就是一方面怕别人会觉得跟你这个人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正能量 每天都在抱怨 那种感觉可能要差一点 如果像刚才秀老师说有意思的人 你会觉得周围的人也都会变成有意思的人 然后最后自己就会比较有号召力的那种 像我基本上我的作用就是号召朋友来我们一起去运动吧 然后所有朋友说别闹了还是吃个火锅吧 要长放两句 根本不相信我 像我这种人 没有一个说服力 我说好 那我就必须让你们相信我一次 真的我要去减肥了 然后我就去医院医院医院里一个医生 美国有减肥医生也知道吗 美国有减肥医生 医院医生 对减肥医生 我也是前几天自己我就很想减肥 因为大家都说我胖 然后我说太给我面子了 还没说我胖 还说的是微胖 我就要去减肥 你都不知道 美国有减肥医生对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私人训练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 有咱们减肥医生 你那个时候是健身房那个 对 私教 我就预约了减肥医生 减肥医生非常难预约 在休斯顿的减肥医生 我在谷歌上找了很多家 然后每一家 我都打电话过去问 通常情况下是问 你来过吗 我没来过 没来过 你要先来进行咨询 好吧 我们约一个月以后 太久了 就非常久 没办法我就约到了 约了一个月以后 去减肥医生 来 快讲讲 我有兴趣 我没听过 你要增肥 不是 我对 你不知道我这个人 有特别大的好奇心 我对所有我没干过的事情 我都想听一听 你绝对要增肥 然后 最后我终于约到一个减肥医生了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先给我量体脂 量体重量身体重 这些东西都量完 然后量完 我有没有高血脂 高血压 做了一个身体检测 最后说 行 你现在目前来看身体 蛮正常的 然后你想减肥 你想怎么减 我说我想减肥 我想说瘦20磅 我就完成我的重金目标 然后他说 那我们这有这种项目 它的项目包含了 比如说 给胃里放一个胃水球 就是胃里放一个球 这样你就不想吃饭了 第二种 把胃结扎 结一块 这样也不想吃饭 这种都是无创手术 就是说 无创手术 就是说不用开刀 从嘴里伸进去 这还要是第一次听说 还有一种就是真的很严重 像美国的大胖子 他们有很严重的糖尿病 它就叫切胃 这种就很严重了 这都是减肥医生的范畴 然后我想做的就是放一个胃水球 就是 有一个胶囊 那个胶囊大概就跟大拇指着 比半个大拇指的感觉 是不是 对 那么大 然后你又吞进去 医生看到你 然后吞进去 吞进去之后就开始喝水 然后这个胶囊就会在你的胃里变大 它就是一种这种 发泡式的东西 但是它拿出来的时候就要做胃镜 医生拿做胃镜 我也给你拿出来这个胶囊 然后我就很想做这种东西 我觉得很管用 因为我查了很多的科普资料 都说做进去之后 可以减少体重的 16%的这个脂肪含量 因为就不想吃饭了嘛 然后 而且没有很大的副作用 算是最安全的减肥手术 但是我就跟医生说 我就是想做这个 医生说 医生看一下说 你这么瘦 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当时 这么瘦 是吧 我很瘦啊 对 你很瘦啊 我说 可是我想做 他说 他就想了一下 他跟我说 在我的标准当中 你不能做这个 你一定要在你的这个 B-MRI值达到一个 35以上 而我只有26还是多少 你才可以做 我说 可是你们这儿不是 保险不掌握 保险不掌握 所以只要我愿意花钱 我就可以做吗 他说你愿意花钱就可以做 但是我不会给你做 你可以找别的医生试试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不需要 你知道这有危险吗 我说不就是吞一个胶囊吗 他说对 这个胶囊吞进去 有可能卡到你的喉咙里 你可能就很麻烦 我们要给你把它弄出来 也有可能卡到你的食管里 那就更麻烦了 你真的就要开刀了 顺利的是你吞进去了 然后你取出来的时候 我要给你做胃镜 我要给你检查胃镜 然后再从胃里给你掏出来 他说你想象一下 掏出来一个东西 你会舒服吗 你肯定不会舒服 我说我忍了 我就要做 他说 不 现在就是我不能给你做了这个问题 你还是回去运动一下吧 太瘦了 对 但是真的有这种手术 对 可能是对特别胖的事 有可能 因为美国都是五六百斤的胖子 你这个太苗了 那些影响了 但是我不认为控制饮食 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 因为我曾经前两年的时候 我110多磅的时候 我觉得我太胖了 我想要减肥到 我少女时代的体重100磅 所以我采用了非常极端的办法 我这个人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 我两个星期 每天只喝一杯咖啡 绝食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以后 我就减到了100磅 确实 然后我就开始 我非常无知 所以我就是 我 然后就开始恢复饮食 但是我不知道 他马上就回来了 我不知道我的基础代谢率 因为我绝食 因为我的身体 它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 对 他以为我遇到了饥荒 所以他就把这个 就是一个成年女人的基础代谢率 应该是1200卡每天 他 我想我的基础代谢率可能降到 可能只有几百卡 就维持我的生命 然后就是说 当我吃东西以后 他就以为就是有一些食物了 他就要赶紧地储存 是 然后他就 平面地转化成脂肪 然后我的基础代谢率 还是几百卡 但是我吃跟原来一样 所以我马上就要 长到120多磅 那现在还是120多磅 你那个不对 你那个完全是不对的 好 这个我说的结石 不是说结石 就是说 怎么样正确地吃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还有就是 很多人就是一直饿 一直饿的 这个效果 没有你偶尔嚼一点东西 偶尔嚼一点东西要好 因为它让你的胃蠕动 当你的胃蠕动以后 它就会把你的烤鱼消耗掉 你一直不吃 它其实是不动的 它不消耗你的烤鱼 而且我不但不吃 我每天还锻炼 且能怎么 我简直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简直是太勇敢了 我简直把自己的生命 在开玩笑 就是 从那以后 我的身体就垮了 就是我原来身体特别好的一个人 我现在就是很多毛病 我现在有 但是我 我自己 我发现 这个酒病成良医 是真的 我自己就琢磨 为什么现在在网上搜索 不停地 后来我就查出来 我可能是就是脾脏出了问题 就脾啊 脾弄的就是湿气特别重 后来我就开始去湿 就给自己食补 就是弄一些山药 一米之类的 就开始食补 然后有一些好转 但是我想 因为我没办法测这个基础代谢率 但是我觉得在缓步的就是回升 但是现在还没有回到一千二百卡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还是吃一点东西呢 就会 就会长 但是没长得原来不多 所以我 我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剪了十多磅 但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现在因为她现在我长得一百二十多磅了 我现在两年都还是没有降下去 我想我可能还要花两年的时间 才能够回到我原来一百一十多磅了 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代价 我觉得减肥这个事情是这样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对 就是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 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吃早饭会很好 可是对我来说吃早饭 吃多了就是一个负担 对对 我发现吃早饭对于我来说也是 因为我觉得一天我都鼓鼓囊囊的 对 我不能吃早饭 对 不是一天都鼓鼓囊囊 不能吃 对 因为我一直都不吃 我从我读书的时候我就不吃早饭 然后就是一直都不吃 突然有一天 我自己看那报纸网上 又说一定要吃早饭 然后就开始吃早饭 然后我吃了大概一个月以后 我又开始发现我胖了 是的 我妈妈 但是我妈妈她们必须要吃早饭 她们是晚上吃的少 所以她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规律 所以她们就是觉得是可以的 可是我的身体因为从小 我们以前晚上演出 吃夜宵吃到早饭 早上睡懒觉 那基本上起床就是中饭 对 我们等于说我们以前的生活习惯是起床吃个中饭 演出前点一点点心 吃一个吃一个巧克力 我们演出的服装 多吃一口都拉不上了 那衣服 所以说你肯定是不吃的 好演完出了以后 演出的时候你只要保证让她不要饿 你就可以 就不要虚脱 对吧 所以演出了以后才能放开的 吃宵夜大吃一口 那时候喝啤酒吃东西 就这样嘛 所以我们那一天的分配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身体已经有这个习惯了 你让我再去改变我的身体的习惯 我觉得比较困难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改变 就是说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 你就了解 比如说我 我吃肉 吃菜 不容易长胖 我很清楚 可是我吃糖 我只要甜 沾一点就长胖 甜点也不能吃 我的甜点几乎是不碰的 不碰的 对 就是饭 就是滩水化合物呢 滩水化合物也容易长胖 也容易长胖 所以你看我所有的玉米 所以我可不相信人家说 什么土豆减肥 有人居然告诉我土豆减肥 什么什么红薯减肥 那都是淀粉 而且那是最糟糕的是 淀粉和糖在一起 还是个甜的 对我来说香蕉 红薯都是极胖的东西 因为它不但有淀粉 当然我妈妈说宣传上面说的 红薯很好 很好我的意思就是吃一块就行了 但是就是如果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也有问题 对身体不好 因为这个比如说很明显就对脾脏就不好 我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基本上不是碳水化合物 我可以说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 我也是属于没事下折腾 其实我并不胖 我本来就是 但是我一直都是100磅 现在长到110磅我就觉得很胖 我一定要把它剪下去 结果现在折腾到120磅 就不折腾还好 一折腾反而还长胖了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用这种结石 不是绝食了是结石 我现在一定要正常吃 对正常吃 然后把基础代谢率恢复下来 然后再去 但是有人说就是说一定就是管住嘴 迈开腿 其实也不见得 就是如果你运动过量的话 也是不好的 因为你亲爱的 我不能你想得到 那还可以看 这就不想到 这很久 就是你们说 这有一点 就是我那样 这就是你 我也想能讲 你就不用想 我 我